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床上静坐五分钟 人早上醒来以后 大脑还没有缓过来 所以不要太着急爬起来 应该坐在床上静静的坐上五分钟 尤其年纪比较大的人容易因为冲血过快 对脑血管造成伤害 静坐五分钟可以缓冲脑部血循环 第二件事 身心懒腰扭扭脖子 人睡了一晚上 身体还处于僵硬的状态 舒展一下身体 让身体重新激发活力 最好用手掌搓一下面部 促进清醒 还能够美容 第三件事 下床穿衣服 如果是老年人 头脑还没有完全清醒的话 不要立即下床穿衣服 应该坐在床上 把上衣穿好 等人慢慢清醒以后 再下床穿裤子 完成了以上的三个步骤以后 咱们继续 第一步 喝杯温开水 睡觉的时候 身体的各方面还是一样在运转 它会挥发水分 所以第一件事 我们就是补水 还能够清理肠胃 利于排便 但是要记住 要喝温开水 不要喝凉水 对肠胃不好 第二步 上厕所排便 一整晚的毒素都堆积在肠胃 此时 早上是排便最佳的时候 而且早上肠胃也很活跃 上完厕所 我们整个人都感觉轻松 精神多了 第三步 洗漱 清醒口气 消灭牙齿里的细菌 清洗面部晚上产生的油腻物质 让皮肤更加健康 第四步 沉练 这个步骤是针对喜欢运动的人来说的 早上晨练 对于活跃我们身体的细胞 快速的融入一整天的生活是很重要的 如果您不喜欢运动 那么就直接进行我们下面的第五步 第五步是什么呢 吃早餐 建议呢 早餐要搭配丰富有营养的食物 以上这些啊 就是我们关于早上起床的科学步骤 您 学会了吗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呢 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